港澳台的年轻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航天员太空教师王亚平 新的一年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展宏图 团结奋斗 锐益进取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和力量 新有凌云志首可摘星辰 让我们携手一起奔赴星辰大海 去年我们实现了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过春节 除夕夜我们从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里给全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感到特别幸福和骄傲 当然在那个团圆的时候我也很想念女儿和家人 还好有她送我的小兔子陪伴 让我能够有饱满的精神去完成摘星星的任务 今年的春节我这个摘星星的妈妈回归到一个普通的妈妈妻子女儿的角色 会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我会亲自下厨 给家人们俯上一桌团圆饭 大家一起包饺子 当然还要观看我们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兔年的到来 那王老师这个称呼是我三次太空授课的收获 孩子们对太空的向往 对知识的渴求 令我对太空教师这个称呼欲驾珍惜 2022年新年第一天 我们神州13号乘组参与了元旦金港澳天公对话 在空间站与来自北京以及港澳的500多名青年学生共化太空梦 一年过去了 再次问候港澳的青年朋友们 希望大家不负时代 不负华年 勇于追梦 圆梦 对于有志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的年轻人 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 心有意自飞云与天际 梦无银当争星辰大海 让我们一起奔赴星辰大海 我相信在14亿中国人民托举下 我们探索太空的脚步一定会更稳更圆 我们下期再见